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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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佛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首先祝愿大家为赛界快乐,身体健康 今天2020年5月7日 是佛历2564年5月月圆日,魏塞节 魏塞节是庆祝佛教教主 释迦摩尼佛之畜生 成道以涅槃的三大庆典的日子 魏塞节是世界所有佛教徒 共同庆祝佛陀的日子 一般上,一个庆典只庆祝一个节日 以目的 但是,魏塞节是庆祝世界上人类公认的一位伟人 在人间出生 在人间成道 以在人间入涅槃的三大庆典 魏塞节至今已2564年 不论在南床佛教的斯里兰卡 缅甸 泰国 或是北床佛教的中国 南韩 和日本 与新加坡等国 独有异佛的活动 来庆祝佛陀日 为太子像 沐浴 今年 发生的 百年来的大瘟疫 新冠状病毒 已经造成了350万人染病 30多万人死亡 相信这个数目制 还会不断增加 也可能要等到2021年 才会结束 许多人担心失去工作 薪水减少 公司倒闭 家庭债务出问题 人们再也不能过做正常的生活 人人恐慌 也不能一起聚会 人与人之间 必须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所以 今年魏塞节 我们没有办法在 佛教师院 或佛教团体 庆祝释迦摩尼佛的 三大节日 胜为遗憾 虽然如此 我们宅在家里 可作如下观想 太子 西达多 出生在南平尼云 我们以清净心 慕预太子 佛陀三十五岁 陈道于菩提加爷 放无量光明 我们以恭敬心 顶礼佛陀 佛陀八十岁 以祭司那拉入涅槃 进入不生不死的境界 我以异念心 称赞如来 父会 圆满 同时我们 应该 应当 修复 修会 若家中有供奉 佛或菩萨圣像 可以点灯 供佛 供花 供香 供水 供火 供食物 供养三宝 供养父母 救治与贫困 等种种修复的功德 我们应该向佛陀忏悔 修忏悔法 念八十八佛 大忏悔文 礼佛 念佛 持咒 诵经 等种种修会的功德 使自己与家人 在家里 一起庆祝魏塞节 使纪念佛 叫教主 释迦牟尼佛 出身 成道 以涅槃的三大庆典 更加的有意义 最后 我们大家呢 喝着 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专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谷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积乐国 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生活愉快 发喜充满 真父 真慧 谢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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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